好 那我們這一場 好像應該跟上一場是連續的吧 這個名字取得有點衝擊性 不知道有沒有這麼囂張 好 我們請大家來 好 大家好 好 大家好 那我是玉山 然後我們 我現在DBR 就管現在我們的Postgrade資料庫 然後有幾個經驗 今天就分享我們遇到的幾個經驗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這是我們現在使用資料庫的狀況 那我在智能金融處 那目前就是我們所有的 AI Service的服務 結構化資料庫 全部都是存在這一顆 這一坨資料庫裡面啊 所以剛剛有提到 我們服務的資料庫 服務穩定性跟它的效能 是我們非常非常關注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的資料庫 除了有完整的備份機制 然後同步 異步 備員 或者是讀寫分離 等等的資料庫的架構 我們都相對建置 相對完整 因為我們所有跟大家進來遇上官網 call到 AI Service API 有用到DB 就是現在看到的這一個 今天分兩個面向跟大家分享 就是效能的部分 因為剛剛問到蠻多 我覺得也是剛好也蠻 大家也想要知道的 那今天就一點點的時間 給大家一個思路 那以DBA的角度來說 我會分享兩個 然後User角度來說 會跟大家剛剛有提到的 要怎麼去看效能啊 提升 Partition Index Vacant 今天我會再提一下 讓大家有一個可以調整的方向 首先先講一下這個Collection 這Collection在資料庫裡面 就是資料庫排序 它Order By的時候 它就會依照它的方式去做排序 那這個Collection是決定資料庫排序的規則 那這個東西呢 它就有分CCollection 還是地區性的locate 這件事情 那這個設定啊 在鍵DB開始的時候 就設定 後面就不能再改 所以這件事情 因為最近我們在做資料庫移轉 也回應剛剛有 如果要做資料庫移轉 然後換新的資料庫的話 這可能會是一個issue 就是我們發現 移轉之後 我們會針對這套庫做效能的驗證 那其實我們發現 欸 為什麼速度變這麼慢 然後查了下來才發現 喔 原來原本這套庫 是用CCollection的方式去做排序啊 然後他們驗出來的結果 那我們DBA收到這件事情 我們就用EDB15版 然後去做兩個 collection排序規則的驗證 那不論是從 我們這次驗證啊 就再補移它差異喔 CCollect它只會針對 CCollect 字圓 它認為才是文字啊 那其他就是用它的判斷方式去做排序 那我們這邊驗證了幾個東西喔 第一個是中文字 然後我們就用 用差不多4萬筆資料來去做排序 那相差結果就是 CCollect就快了8到10倍啦 就是這個資料量來說 那再來用中文字加音數字混合 差不多排序了150萬筆資料 那其實差1到2倍的速度 那如果都是音數字 我們排序100萬筆 就是它速度差不多就1倍 不到1倍啦 可是整體來看它還是 CCollect它的效能還是比較好喔 那這樣子是不是 我就全部都直接設定的時候 因為PostGrade底層它就是Default 它就是用區域性的 那我是不是就直接安裝的時候 我就直接切嗎 那其實我們有以下的考量喔 在我們的實作上 第一個是它OrderBy排序的時候 出來結果會跟你預期不符 跟你的想像可能會不太一樣 因為剛剛提到嘛 CCollect它的排序就A到Z 它覺得是文字 它其他排序就用它的方式去做排序 那區域性排序 它就有區域性排序的結果 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有驗證到就是 有一些函數喔 Upper啊 Lower啊 ImitCap啊 就是這幾個文字喔 以我這邊左邊第一個圖為例喔 我這邊先用esun 然後下面是用cr 那我就做Upper 然後它出來的結果就如大家看到 就是這個東西會不會是大家想要的 或者是大家會不會遇到的 在各個公司裡面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 第二個事情是 那正規表示是它在使用上 也會有一些影響 什麼影響 我這邊就也是一樣用in-a-us 跟CCollect來去做 去做match 正規表示找你好 你好 然後出來的結果就如右邊所示喔 那應該說這件事情提給大家 它是可以增進大家排序的效能 但這個東西會不會適用在 就是大家的資料庫裡面 大家可以去做一個評估 第二個要提的也是我們DBA 那時候遇到的一個問題喔 那這一張圖 橫軸是時間 然後縱軸呢 縱軸是我們StandbyLag StandbyLag的 Lag多久 那這一顆現在目標資料庫啊 我現在監控的這一顆圖 這個出來的圖是這一顆Standby 這一顆資料庫裡面 那這個Standby它做什麼事情呢 它是從Primary喔 我們Primary它是放挖檔在Nuts裡面 然後我們把Nuts的這些挖檔 輸入到我們的Standby 那當時遇到的一個狀況是 我們Standby載入挖檔的速度喔 跟不上Primary產挖檔的速度 它產很多 那你看喔 其實在2月 這2月16 2月16之前其實我們幾個小時 就可以把那些挖檔消化完 但是呢 從那一天開始 那一天我們就監測到 就說啊已經慢了半天了 12小時吧 那麼就趕快跟資訊處講 你們在做什麼事啊 他跟我說 我們就在補資料啊 就先補一下老闆來嘴 我說好那你這個 你這個可能 我就注意一下 然後結果隔一天 六日 回來之後 就雷隔一天多 這樣我就覺得 哇 史電了史電了出大事了 趕快跟主管講一下 然後他們就說 他們就是在補啊 然後我就 因為他們如果挖檔刪掉的時候 我這一台Standby 就無法提供大家服務喔 就會花更久的時間 所以當時就趕快去跟那個資訊處說 你挖檔先幫我多留幾天啊 你空間夠的話先幫我留 那到後面我們去調整資料庫架構 他其實到這一段期間 其實都還是Lag兩天 所以表示 我的部門 用到的資料是兩天前的資料 但是我現在前面 前面資料就是 玉山收進來的資料都已經 都一直在跟下 那我們 因為我們是分析 這一顆是分析用的 所以Lag兩天 倒是還好 但是就是 就是還是被靠北了 但是呢 就是趕快去調架構啊 然後我們兩天就把它消耗完 但這件事情 以DBA角度 要怎麼 就是我們是怎麼看這件事情 第一個我們在想像的事情是說 一開始 就是在2月16之前 它那一個消耗的 哇其實都沒事 都可以兩三個小時消耗完 我要先確認 是不是它現在 一直塞資料進來 我這一顆Standby Server 它的效能 它的IO 是不是受到受影響 它是不是已經爆了喔 那我這邊是用IOState 這個函式喔 來去觀察 觀察兩個值 第一個的值是Util 可以去看 現在在這個資料庫裡面 每一個硬碟裡面 它忙碌的狀況 是不是有人一直在用 一直在用這樣子 第二個觀察的值是Await Await它去看說 它在裡面 IO在等待的時間 是不是有一直被等待 就觀察這兩個值 那這兩個值 它參考 就是尤其是Await Await 就是大家Server 進來的時候 要自己先壓測 這個是我們這一台 Standby 壓測出來的結果 大於20 表示它IO非常的忙碌 那以16號那一天來講 跟其實在這一段期間 它IO有時候會忙啊 然後那一天我長期去看 其實有人在用 有人沒在用 其實看起來IO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以Await來說 也都在我評估範圍下 所以表示它資料 還可以多篩一點進來 它不會是卡在IO的問題 這是我第一個判斷的點 第二個 我又去看它現在 就是獨挖檔的架構 那以我們這一台Standby 它這個東西是這樣子的 它就是從Primary進來 到一個NFS Share的挖檔 它就壓縮檔 那我這一台Standby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它先把這一個.VST解壓縮 到PGUAR 就是Standby的這個肚子裡面 它先解壓縮進來放進去 第二步 它會再把解壓縮出來的檔案 再塞到我的資料庫裡面 它整個消耗的時間 它在解壓縮的時候 它就不做Loading 它在Loading的時候 就不做解壓縮 所以它這一次 在這一個架構上 它就是T1秒的時間 先做T2秒再做一次 後面就在等 我想說那這兩個 是不是可以同時去做 我解壓縮就是 歸解壓縮的 我Loading就給Loading的 那我們當時就採這種方式 先把解壓縮檔 給它拆過來 先到Temp 把它再搬到PGUAR裡面 這第一步 它就一直做 它這一個 就做這件事情 那以DB來說 我就把它系統設定 我就去讀PGUAR 就把它Loading去 來解決這一次的問題 那這個東西 我們最後是設在PGBackRest 裡面的這一個 AltiveAAsync等於Y 這個參數裡面 那裡面 這個PGBackRest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參考 那我們在這兩個議題 我們是這樣子做處理的 再來就是 回到就是 剛剛大家 蠻多詢問的 就說 我SQL跑很慢 到底怎麼辦 只要問到我這邊 我都會建議說 你要去調你的SQL Statement 那大家就會再問我一句 怎麼調 我要怎麼看 這邊就是提供在一個方法 就是去看你的Explain 找出你的SQL的瓶頸到底在哪裡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它出來的這個東西是什麼 我們是說 它是一個執行計畫 它就會按照 這個執行計畫 你就給它一坨SQL 它就會跟Postgres說 我用什麼什麼方式 去DP把你要的東西撈出來 這就是它的執行計畫 它執行計畫 它會有一個目標 它會把你的總total cost 成本壓到最低 就是最上面這一個 好 有點小 最上面這一個數值 它會壓到最低 那因為這圖有點小 我就念一下 它這個差不多是5000萬 就是這一個數字出來 總total cost5000萬 但是呢我在 在這一個執行計畫裡面 它就從裡面這樣子往上看 它就會一直去一直去做 做到最後它就跟你說 總total cost是多少 第一個大家要做的事情是 就去把你cost最高的 那一個node 這一個一個節點 我們都猜一個node 把那個node先抓出來 看一下它裡面在幹嘛 那以這一個案例來說 它這個啊 其實這個是 我覺得蠻好的案例喔 你看喔 它有做平行出力 所以它這邊有parall 然後有九個 有九個walker 我這邊點點點 因為它重複了 然後我就先把它點 它其實這邊有九個 它九個其實是去做 去partition 上面去query資料 它就可以分散 處理它的資料量 這是第一招 那第二招是 它在這一個裡面啦 你看喔 它在query的時候 它是用secretion scan 其實我們就會建議說 你這個query如果很常用 或是它真的是消耗你太多的效能 或是平行卡在這邊 建議說 你這個是不是可以加一下index 就是目前在看這個東西 會從這兩個面向去著手 把你的cost高的先抓出來看裡面發生什麼事 然後這個expring呢 它有幾個參數 我非常常用 analyze verbals cost timing 跟buffers 這幾個是我 被問到 我就會給使用者 說你就是丟這下去 那cost 跟timing它default 打開啊 那verbals它可以去看 每個node 你的哪一張table的名稱 你就會更清楚說 它現在在處理什麼事情 那再來就是buffers 它可以去看 資料讀進來的 那一個在memory裡面讀進來 讀寫的那個資料料 那也可以去幫助你做 那個異常的排解 就是效能的優化 那它用法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explain analyze 刮虎 那你要的這幾個參數 一坨就丟進去 後面就是貼你的 自己的sql code 貼下去就可以了 執行了 那以這一個案例 先講buffers 因為buffers是 我覺得比較特別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buffers要怎麼看 第一個是 我這一張 它只是一個select喔 這個非常單純 select all from t1表 匯爾 我的某一個欄位 大於1萬 order by 然後再做limit 就這樣 非常簡單 他就拆了 四個 三個node給我 他就拆了三個node給我 那我要怎麼看 我就看這一個 share share 表示說 你這一個sql裡面 這個node裡面 它是 從資料表 index來 的 資料量 的值 然後hit 表示它從memory catch hit到的 然後面數字呢 表示它是有幾個block 大家就可以去換算一下 每個block 8kb 然後 換算一下 其實在每一個node 它差不多243MB 大概是這樣 那其實這個重點是要跟大家說 你每一次啊 每一次在取用那個IO的時候 你要記得就是 控制在它合理的範圍 那當然會依每個資料server的狀況 而有所不同 那因為呢 你有hit到 你memory可能處理很快 但如果它沒hit的話 它就會去你的資料表 去把資料load進來 那這就會還是 中間還是會有IO IO的成本 這個是資料庫一個 一個可以關注調整的一個面向 那再 特別再講一下這個memory 其實它這個 這個資料庫啊 因為我們Postgre 應該資料庫都一樣啊 它其實都是 針對多交易 它可以 它預期會很多交易進來 然後呢 那我一個 一個query呢 它不會讓我 現在你今天query進來 我就把memory全部都 Post給你使用 它會book一個上限喔 那你在sequence 你在執行的時候啊 它會 它進來 它就去分析 喔好 你這一個query可以多少 我要book一個memory給你 然後再去拆 它就再去把它拆每一個node 那每個node 它就有每個node的上限 大概是這個概念啊 但是就要跟大家講 比如說像剛剛那一個 只有一句 我只是會有一個條件 然後order by再加limit 它就可以幫我拆很多個node 每一個node 大家可以去 如果效能遇到問題 可以用這個方式 看一下 你io是不是有狀況 是不是用太多啊 然後去做進而調整 這樣 再來提一下index index這件事情 就是 因為剛剛說啊 就是如果你要query啊 它就是卡在那個sequential scan 一筆一筆去找你要的那個slate啊 那我們就會建議去做index喔 那這邊有一個 那個我常用的 就是系統統計師啊 pg class 這一個 它可以去查 你這個table的index 這個東西呢 你媽你就把它下下去 然後防這個table 然後找你要的那張table表明 r呢 就是我們這個主表 你看這主表的大小 跟i 就是這張主表下它的index喔 的大小 其實就 其實差好幾倍啊 所以 它去建這個index喔 就有點像你去 百科全書這個 國語詞典 裡面去找這個 部首的索引喔 它其實就可以更快的去找到 你要篩選的那一個條件 那這邊又會衍生另外一個問題喔 那我是不是又建超多index就好 那大家也要知道 因為這個資料表啊 在建index 它也是需要這一些成本的 如果你建越多index 就是它在 insert資料 調整資料的話 它這一些都會 也會影響到你的效能 所以大家還是要去著重 就是 評估一下 但這是一個 我們可以評估的面向喔 然後 那有時候 就是 它在處理 就是這一個統計資料啊 它不會隨時去更新喔 那剛剛有 有 有 朋友問到的 就說 我是不是要下analyze啊 或者是 一些指令去更新 這些系統裡面的統計值喔 在Postgre招呼也是要的 也是要喔 然後 第二個 提升效能效率的方式 就是 切partition 切partition 它就可以去 你在query這件事 切partition它就是 就是將你這整個資料表 你可以設定哪一些欄位 然後呢 這個欄位 我要怎麼去把資料表切小 切小表 你在query這欄位的時候 它就可以去小表找 它不會去找整張表 比如說我這邊舉個例子 我要去旅遊 然後它這個 這一個 它這個書的系列 其實就有 亞洲區 歐非洲區 美洲區 那我今天要去亞洲區 我就去找亞洲區裡面的書 然後看它的介紹 有點類似這個概念喔 那現在在我們這道庫 這是一個test的partition 然後它這一張資料表 其實只有兩個欄位 那就是我們目前都會建議用 就時間欄位去切喔 它在這一個partition key裡面啊 它就是data ym去切你的時間 然後它切幾張 切 目前這個是切兩個partition 2021年1月 2022年1月 那就百月份 然後就一直去切 你就可以把你的partition 全部切出來 然後呢 你去query 關鍵的來喔 你去query data ym 2022年1月的時候 你query母表嘛 test partition 你看它的執行計畫 它跟你說什麼 我去test partition底線 20201月 它就去它的指表去找 這就已經非常大幅 減輕你在資料query的效能了 其實就是一個重點啊 就盡量縮小你的母體 你在query的時候 再來就是analyze 我們在做剛剛提的那一件事情啊 就是我們從資料的更新 然後再去看執行計畫 它其實下執行計畫 或者它決定要用哪一個執行計畫 去做你的SQL plan的時候 它其實不是去query你的table 因為這個效能真的太慢了 它去找的是 它去看你的資料的統計值 來決定你今天要用哪一種方式 去做你的query plan 然後跟你的執行計畫 所以如果你有大表 異動更新刪除修改的時候 那就要analyze一下它 讓它執行計畫維持在相對新的狀況 那其實會蠻幫助 就是你在SQL決定要用哪一種方式去執行 最後提一下vacant這件事情啊 剛剛也有補充 就是為什麼要vacant 因為其實在資料庫它裡面啊 它是多版本並行的方式 或者是剛剛好像聽到 前面幾場也都蠻常講到 你刪資料表 它不是真正刪你的資料表 它意思是因為 因為有人前面在query 前面有人在query這張資料表 你下一秒把它刪了 但它可能還沒query完 它不會把這張資料表的裡面的資料 有人還在用啊 簡單來說有人還在用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就 在PostgreSQL裡面 我們就要去vacant它的debtuple 去把它 不要資料刪除 大概是這樣 兩種方式 一個就auto排成 把它自己去做 那或者是使用者 owner喔 才可以做 好 舉一個案例 就是你看啊 這張表 這張表 左邊這個紅字 紅色字 它是2億筆資料 但是呢 你看喔 它的debtuple 存在也是2億筆資料 表示它這 這張表 累積4億筆資料 但是有2億 一半是它不需要用的 像這種都就是 就是會一直累積啊 那就會一直 日趨月累 就會造成你的 效能的問題喔 那第二張 這張表 更特別了 它其實裡面根本都沒資料 全部都是垃圾 它就不勤 擺在那邊 我也不知道要幹嘛 所以我就會問他 就說你這個表 到底有沒有要用 對 就大概是這種狀況喔 那再來 feedback 一下 就是剛剛說 vacuum vacuum 這件事情 它其實是它一個參數 那vacuum 它就會 去凍結 你的table 當下 大家都不能用 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說 非常嚴重喔 因為剛剛提到 只要 如果有人在query 而且我們的服務 真的對外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不會 去輕易的 除非你真的確定 我要完整去清他 或是怎麼樣 我們不會輕易去下這種 像對我們來 對我在管服務來說 是非常危險的關鍵字這樣 然後最後小結一下 就是其實在DBA的角度啊 遇到效能問題 我是會去看 我的CPU memory Disk IO 是不是蠻窄 或是架構上的問題喔 那如果是你在query 如果這些你來問我 然後我這邊觀察沒問題 我就會基本上 其實80%都是 user可以去做控管的 比如說剛剛提到的 我去explain 先去看一下 那我的效能 瓶頸在哪裡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 我可能可以去加 index partition 如果我已經預期 我這一張table partition 這張table會很大喔 那就建議 一開始建立的時候 把partition 就先把它切一切 那再來就是 資料表更新的時候 記得去analyze一下它 讓統計值維持最新 因為它會去讀統計值 決定用什麼方式去query 你的SQL 再來就是vacom 記得清一下你的垃圾 好 那以上是今天 我分享的全部內容 那因為我們在樓下 309有攤位 然後看時間 或者是有問題 我們可以 因為我等一下也都會在啊 然後我們那一位 DA同的也會在 我跟他顧同一班 所以我們等一下都會在樓下 大家想要交流都可以下來 然後集點問卷換獎品 以上謝謝 好那我這邊一個問題請教 就是我做過後段工程是 我也做過DBA 讓我覺得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是 你覺得不合理也亮 但是RD覺得合理 那請問你會怎麼說服他 好 哈囉哈囉 這樣有聲音齁 這 就 以我這邊的建議啊 因為我們的資料庫服務 全部都是對外的 你今天你的這個效能影響到 就是在我系統裡面 已經確認已經有問題了 而且我認為有問題了 那以使用者的角度 他覺得沒問題 OK 因為我們這個資料庫 是大家共用的 使用者先去打一架再說 喔不OK 你可不可以接受 這一個效能影響到大家 那目前我們也是 比較採用這個方式啊 就是讓DA的大家們 欸這個有問題喔 大家去打一架 那確定OK協調完 然後我們再做調整 以上是我的建議 等一下我先補充一下 你是要反駁他還是 哈哈哈哈 好你先 其實我就遇到這種問題的DA 然後 我自己自己自己的解決方法 就是多去跟DBA多溝通啦 對對對 就是這一定要多溝通 然後多知道說 喔我這邊應該要怎麼調 然後再去找資料 然後再調整 然後再去看效能有沒有精進 然後最後呢 才可以找到一個比較Banners的方案 對 以上分享 我這邊補充一下啦 就是Posequake裡面有幾個table 是跟統計有關的 就是統計table用了幾次啊 那你insert幾筆啊 update幾筆啊 然後index哪一個index用了 被用了幾次啊 這些東西都可以回饋給這些users 你覺得很重要 可是如果一天只被reference一次 那相對於其他人的重要性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大家就可以討論 就是有數字可以來討論 對啊 所以我就是 這個提供給大家一個想 就是裡面有很多統計值啊 對啊 不只是剛才講那些 那些 就是 內容的 使用它 可以 給大家才會好 還有 謝謝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剛剛有提到partition的部分 那假設 要被partition的這個主表 它的primary key 有被其他的表作 就是reference 那在做partition的時候 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嗎 我先請問你有遇到困難嗎 你有遇到困難是不是 對 我在做什麼 對 你遇到困難要不要具體講出來 主要就是說我有一張比較大的主表 然後目前是想去做partition 但是 目前我找到指標所 在去做partition的時候 假設這個primary key 有被其他的table做reference的話 那這部分的話 是要去做比較特殊的處理 但我不確定這件事情 我還沒有到很明確啊 所以想說再確定一下這樣 對 有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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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喔 我是要問你是有 你是已經做了 然後遇到呢 那你做了 那你做了就知道了 對啊 我覺得這個 這個比較 有效率啦 喂喂 不好意思因為剛好有一點點這方面經驗 我這邊做個補充 那如果說是partition table 要做這種forearing inference的話 其實通常它是因為在postgres 或者在db裡面 db裡面它的那個 join的時候 它會去參照所謂的index 那我們做forearing key這種時候 在postgres它的規範裡面是沒有 當你去create一個 forearing constraint的時候 你的db兩兆 因為我有左邊跟右邊的table 它是不會幫你去補index的 那像你剛剛提到的那個case 就是primary key它做那個forearing key來說 它這樣子應用是ok 那只是說你的另一邊表格 可能要去做一些對應的那個 那個forearing key的index 那另外的話還有一個就是 如果說你的那個partition table 如果你有所謂的兩邊 兩兆都是大表的話 那其實它會有所謂的partition-wise join的功能 那這個的話可能就是你要在 規劃你的那個partition table的那個時候 你可能要去想一下兩邊的傳接 對 以上補充 大家會有經驗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不過我是真的建議你先 你先不要想那麼多你就用啦 然後查詢計畫要告訴你 你問題在哪裡 還有人嗎 還有人嗎 我是做資料分析的 然後通常就是常常會被幹掉說 你可不可以去statement 就是sequel statement多改一些 然後我都改好了 然後但是還是吃掉了差不多20tb的memory 然後dba就會就是靠北我 然後就跟我講說 不然你等其他人睡著的時候 你再跑吧 那請問一下就是以dba的角度來說 除了改sequel statement 還有睡覺的時候 其他人睡覺的時候我在跑 我還有什麼其他的方法 謝謝 好 回應一下 就是如果這個量真的大到這個這麼誇張的話 你可能也是要 一樣我是真的覺得是先開statement 看一下你的瓶頸卡在哪裡啊 因為這樣子感覺比較籠統 然後針對這一個卡住的點 去做其他方式 因為其實有時候他卡的地方 可能就是那幾個位置 你就先把那幾個解決 如果第二個是跟dba良性溝通的話 如果他真的覺得說 你這個不合理 剛剛也提到 那到底是怎樣算比較合理的 一個使用量 我知道量真的就這麼多 還是有什麼方式 可以 因為我上次有遇到一個 也是他規律真的非常久 然後 其實我們現在遇到的 都是使用者自己遇到效能問題 因為我dba的底層蠻夠的 那他自己跑不出來啊 那他們就會來找 那我的建議都是切小母體 或者是你就分屁次跑 因為你一次把他漏一個很大的量 剛剛也提到memory的部分 他使用他就是用你的disk 那你那個效能真的就會差很多 那我們那一個case也是 就把他的母體切小 12回圈吧 滾12次 他完全馬上就跑出來了 他自己也傻眼 欸為什麼一樣的東西 那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改 對 以上分享 關於剛剛那個會去撈20TP 只要這塊剛好我有一點狀況有點類似 那我會建議是這樣 你在線上production的東西是OLTP 那你就不要拿他去做OLAP的事情 你可以分第二台機器 然後你可以隨便彎 我就每天凌晨幫你同步過去就好 那也像剛剛講者提到的 我們可以切小塊 你要做模型 測試模型先用小塊來做 等到你真的要算出一個 真正老闆要的數字的時候 我再幫你把批次的資料倒進去 通常這樣子的頻率 我一個禮拜只需要跟分析組的討論一次 那他壞掉兩天 他也不會馬上來跑來找我挨這樣子 那主要是線上環境跟分析 OLAP跟OLTP 我會建議還是切開 只要你的資源有餘裕的話 要不然你兩個混在一起 其實真的是很刺激耶 對 這樣 分享他工作經驗 然後一個是OLAP跟OLTP 他是不同的使用情境 本來就應該分開 但有時候外面公司政治的問題 他們就是只會 那有些小技巧是 剛剛說把母體變小嘛 可是問題是 你不是dayowner 你不是產生LOG的人 之後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虧語化成為零 你本來要升月報表 你就敢用日報表自己再回來重新救贏一遍 就是在你沒辦法跟你的同事良好溝通的情況下 你可以適度這樣存活下去 比如說你說你月報表需要20TB資料 那趕著日報表可能就只要 64GB可能就存得下 Five之類的 感謝大家的補充 那我們一樣 攤位在309 大家想要交流 或者是來填一下問卷 好 以上 好 謝謝大家